早上好 我是嘉旋 欢迎收看11月27号的百隔城报 首先再来看各大报章的头版都在关注哪些新闻 新州日报关注了评估莱纳斯西图厂执行委员会的 重新检讨西图厂报告将会在今天出炉 报道引述消息指出 有关的报告将会亮绿灯 也就是同意让西图厂进市运作 报道也说 首相敦马哈迪之前曾经与澳洲总理会面 澳洲总理希望首相能够关注莱纳斯这一项投资计划 以免破坏双边友好的经贸关系 英文新报则关注了贩毒集团 一再受到庇护的情况之下 在世卯月某工业区里设立大型炼毒厂运作一年 大量炼毒炼财 估计每天可炼制70公斤的冰毒外销 警方在公众情报的协助之下 成功在上周三倒破了这个炼毒厂 并且逮捕9名男子驻查 其中4人还是警员 至于大部分的报章 还是把焦点锁在了昨天凌晨 发生在雪州首邦市USJ25的新都庙骚乱事件 一批持续男子闯入庙内与信徒发生冲突 导致大约10人受伤 18辆轿车以及2辆摩托车被人放火烧毁 警方事后逮捕7人驻查 由于社交媒体上遥远纷纭 引起紧张的气氛 雪州总警长在记者会上强调 这起事件不涉及种族纠纷 而是与法庭所发布 要求庙宇搬迁的庭令有关 另外根据警方掌握的情报显示 前天硬闯新都庙姿势的马来男子 分别来自焦赖区两个私会党组织 Shilambamera以及Kuchimera 他们被告知 一旦成功把驻守新都庙的信徒驱逐 顺理拆庙 每人就可以获得300令吉的酬劳 但无论如何 针对警方称 乌一男子可能受到发展商委托 才到新都庙闹事一事 但OneCD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昨天晚上再次澄清 该公司是遵循法律和正当程序规则 处理拆除新都庙事件 OneCD透露 此事件已经经过了漫长的法庭诉讼 并且与利益相关的一方进行讨论 因此该公司没有理由要雇用报名闹事 该公司也声明毫无隐瞒 愿意协助当局调查 不过此骚乱事件并没有因此获得平息 今天凌晨就有大约300名的印尼男子 重火烧了当地一家工厂 以及两辆轿车的禅台 而一辆前去救援的消防车也受到攻击 车头挡封禁被打破 此外也有部分人硬闯了发展商 OneCD的办公楼搞破坏 尽管当时有警方镇报队在场戒备 但由于知识者的作风疯狂 警方投鼠忌器 只好按兵不动 根据庙宇一名理事的说法 知识的这一般群众 并非来自该庙宇的信徒 都是外来者 他也表示自己有试图劝阻 他们不要闹事 可是闹事者全都充额不闻 今天晨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